有筆墨的人沒有掃描底 一有掃描底很難有筆墨 我兩樣都做到 但你一有筆墨你沒有掃描底 你勾一勾不出 你帶不到稿出來 你是臨人 我這支一筆貓我自己帶出來 你有沒有見過人這樣畫的 沒有 夫人都沒有 你有沒有發現到皮卡索、馬提斯 大大山人 有沒有一筆畫一隻貓是這樣的 有各種學問都融化在裡面 最單純都做到 完全講思想的表現都做到 身體藝術的條件是這樣的 表現最精髓、最深入 能夠代表自己的精神 表現出來最單純就是現代藝術的精神 虎視眈眈 你看我的貓是不是這樣 看著你 一筆書 詩又是 越簡單就越難 治愈小就越難表現 都是我自己的 那時候就在日本 坐著一個榻榻米 背著一個長兵 握著一個調色板 為什麼人家這麼好的顏色都用得出來 自己這麼蠢呢 我如果心思熟慮去研究 油畫的顏色是最難調的 人家用完顏色你就用了 你不行 人家可以 學人調吧 人家的調都是活 你調都是死 根本現代話不能向調色板調色 向畫面調色 中國話是一樣 西洋話是一樣 水槌話是一樣 油畫是一樣 所有都是一切 你一調 你越調就越死 越調就越死 紅黃藍是最鮮的顏色 你調一調 你調一調 黑色也算是好 它灰灰漆漆的 油畫的色彩是最尷尬 是兩個人好 馬蒂斯比加索 再下來斯亞加納是好的 最瘋的那個 Mango是好的 那間是好的 其他好少好的 香港就只有丁 會說油畫的 好 好